晚上吃素 因為晚上吃素 半夜會餓 這非常簡單的道理啦 不過你信佛教一定要吃素嗎 沒有 你到印度去看 印度剛開始 釋迦摩尼佛是土婆啊 他出去 你給他什麼就給他什麼 你給他豬肉 他就不要 那你有分別心嗎 反正你給我什麼 我吃什麼 哪有吃素的 佛教吃素 是這位先生規定的 梁武帝 梁武帝說 你既然要修行 你就 不要吃婚 你就吃素 才開始 你看現在我們臨近的幾個國家 沒有說 佛上不能 吃婚了沒有 你看日本佛上吃婚 他可以娶太太 他不一樣啦 我們出了個梁武帝才糟糕的 所以為什麼達摩一來就跟他講 你沒有功德 你一點功德都沒有 因為達摩知道 傳教傳到中國 很多是傳錯了 那個佛教真面目沒有傳過來 不應該有分別心 你看 道可道非長刀 你看道可道非長刀 就是說 世界上有人信這個 有人信那個 這才是正常的道 其實我的研究很簡單 有一個人 社加摩尼 摩哈摩德 耶穌基徒 他是同一個人 也不是人 是能量 同一個能量 世界上只有一種能量 如果有兩種 這個世界就分裂了 他永遠只有一種 可是當這個能量要跟印度人見面的時候 他一定要選印度人的樣子 不然就變成妖怪 同樣一個巨大的人量 面向白種人的時候 他一定是像耶穌基督的樣子 不然的話也是妖怪 相同 法流不同 所以我講到這裡 我希望各位了解 什麼叫做道德 就是陰陽的平衡 就叫道德 什麼叫倫理 就是當你把自己修念的能量很強大的時候 有吸引力 對人家有參考價值的時候 你就是佛了 你還怎麼樣 你看為什麼同樣一句話 他講就沒有人聽 他講就沒有人聽 什麼到底 就是你能量夠不夠大 天底下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一個能量 這個物理學已經證明了 兩個人在一起 他就形成一個磁場 這也是大家都很熟悉的 所以我們人跟在一起 只有一個東西可以調整 叫做頻率 所以從現在開始 你養成習慣 你跟他在一起 你要主動去量你的頻率跟他一樣 不要讓他來跟你一樣 他來跟你也很難 如果由他主動 就表示你修性不如他 你修性不如他 你才要等他來配合你 所以為什麼說大人大度量就是說 你比他強的時候 你就要輸一點給他 要不然你就是小氣 你主動調整你的頻率 你的人緣就很好 你被動的等他來配合你 你就已經輸給他了 那你知道 我修性不如他 那我只好跟他學習 這樣就很容易相處 中國人一見面就分大小 就在分這裡 不然分什麼呢 你分什麼我你 我們現在最遺憾就是用西方的東西回頭來看中國人的東西 然後看的 完全不是那個鬼子 中國有沒有階級 有沒有階級 答案是沒有階級 印度是有階級的 為什麼 中國有階層 沒有階級 你看英雄 不問 出身低 又講是沒有階級 沒有階級但有階層 凡是會變動的叫階層 凡是固定的 世襲的 階級 印度是有階級 印度你是什麼階級 你生存你永遠不能改變 你是怎麼樣就怎麼樣 你再努力也沒有用 階級 中國沒有 你看平民可以變皇帝 你看明太祖就這樣 他可以當皇帝 那既然可以 改變 這不叫階級的 又叫階層 所以我們現在慢慢了解到 你活著就是要改變你自己 你不需要去改變別人 我們也很遺憾 老講就改變別人 我們講一句話 請各位自己去揣摩揣摩 人 沒有辦法改變別人 除非他自己改變 這樣就對了 你想改變 你就變了 你不想改變 誰都哪裡沒辦法 所以很多人老是喜歡誇張自己說 你看我改變了多少人 沒有那回事 包括你的小孩 你都無法改變